2010年12月3日 对于正在亚天班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的官兵们来说 又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护航日 这一天清晨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希腊等12个国家的19艘船舶 在护航编队伴随护航下 浩浩荡荡向着亚天湾东部海域驶驶 此时护航官兵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一天一个新的记录正被悄然载入中国海军的护航史册 截至2010年12月3日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护送船舶总数已经突破3000艘 达到了3014艘 来自海军的数据显示 从首次护航到护送第1000艘船船舶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用了300多天 从1000艘到2000艘用了220多天 而从2000艘到3000艘只用了180多天的时间 从这些数据的变化上来看 中国海军正立成为亚天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重要力量 这是中国海军护航效率提高的铁线 更是中国海军对背护船舶和人员100%的安全承诺 2008年年底 距离中国4400海里之遥的亚地湾海日 忽然传来更有担忧的消息 11月20日 中国渔船天域8号被海盗劫持 12月15日 震华4号商船遭袭击 亚定湾 北林阿拉伯半岛 南望非洲之角 西街曼德海峡 东边阿拉伯海及印度洋 是印度洋进出地中海岸必经之地 它是世界各国贸易和能源预出的重要航线 也是远洋渔业生产经常涉足的海运 然而近期 这个世界公认的黄金水道 却时常有海盗出没 2008年 就有40余艘船只在该船域被海盗劫持 世界远洋航运的安全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前往亚定湾护航 就在天宇八号被劫持后不久 12月初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中国立即决定派出舰艇编队赴亚定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设备 虽然此前中国海军已多次完成环球航行及友好出航任务 但复亚定湾和海盗面对面交锋 却是开先河之举 按照以往 万里远航一般至少需要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而从2008年12月初命令下达 到12月26日首批护航编队出发 中国护航编队的实际准备工作 仅仅用了18天 编队没有出发 就已经创造了海军的一项记录 应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做到18天的准备时间出动 说明了这几年海军部队抓战备舰势有成效 在这个任期的任务面前也表现出来了 2008年12月26日下午13时 这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军旗烈烈 气敌生生 八百将士豪情满怀 英姿勃发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为了祖国 为了和平 出征 首批护航舰队派出了海口舰 武汉舰 两艘驱逐舰和综合部阶舰 微山湖舰 除此之外 还有海军特战队员的加入 并且搭载了海军航空兵的舰载直升机 短时间的准备 让这个由多兵种组成的护航编队 几乎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协土训练 因此 在奔赴亚丁湾航行途中 海军官兵的训练也从没有间断 军舰上 指挥人员反复操练 反海盗部署 直升机机组昼夜不分飞行 而海军特战队员 则进行海上射击 划将和战术配合的演员 引训练便航行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就这样 驶向了亚丁湾 走出国门 走向大洋 辽阔无际的大海上 飘荡着来自中国军人的蒸蒸事业 从来自中国军人的蒸蒸事业 从此国际远洋航线上 有了维护和平的中国力 沿着六百年前 正和开辟的航线 编队出南海 穿马六甲 跨印度洋 过阿拉伯海 连续航行十一昼夜 航程四千四百海里 安全抵达预定海日 亚丁湾 中国海军来了 就像期待母亲碧弯的孩子 四艘中国商船上的船员 日夜期盼着和平与安全 这是中国海军 执行护航任务的第一次 2009年1月6日15时 四艘中国商船 河北翱翔号 晋河号 关一号 和哈密河号 在军舰的保护下 从容地穿越 亚丁湾狭长的航道 而和商船上的船员 想不妥 护航编队的官兵 却时刻紧放着山津 他们密切注视 在这片海域 来往穿梭的渔船 因为行踪诡秘的海盗船 时常被伪装成渔船 两天之后 四艘背护商船 平安抵达安全海域 这次护航十分顺利 海盗也没有出现 而就在护航结束时 在背护商船 河北翱翔号上 赫然打出了四个大字 祖国万岁 因为在海上航行 不能登上军舰 向官兵们表达敬意 河北翱翔号的船员 就用这种特殊方式 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感激之心 如果说第一次护航 没有遇到海盗真正的威胁 那么不久后 海盗就以较大的方式 妄图为首次护航的 中国海军官兵 来个下午的回忆 这是六天之后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组织的第二次护航 当时武汉舰和海口舰 正一左一右 为四艘商船护航 下午武汉舰一侧 一艘小艇突然高速 向震华14号驶来 海盗来了 望远镜看见了 跟通报的海盗船 是一样的 特点是一个导船 大达的船 多带三四架小船 这是小快艇 快到了以后 它就人员想小艇 以快速的速度赶过去 进登船 眼看海盗船 企图穿越边队 武汉舰紧急转向驱离 在军舰的威慑下 这艘小艇 只能兴兴地 调转船头 离开 舰鱼突然出现的情况 武汉舰马上 向附近航行的商船 发出了紧急通报 果然 没过多久 又发现两艘小艇 向编队逼近 武汉舰提高警惕 继续加速向其接近 目标显然还是来试探情况 眼看有军舰拦截 无法得逞 小艇开始在四周兜圈子 当时海盗的 跟商船周边的进行游泳 它好像舍不得离开 而此时 直升机已经升空 对海盗船进行拦截阻止 在直升机两次发射信号弹 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指挥组果断命令特战队员 运用攻击射击 第一次就搜射 到了两个点射 到了这个海盗船的前侧 一线 海盗看到点射以后 迁索 站向就离开了 夜晚海盗偷袭 护航边队如何沉着硬碰 外籍商船 吐槽海盗 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逃避 与美国船射号 两栖攻击舰固 中国海军 有哪些收获 第一次 固航军队 又创造了怎样的 惊人技术 军事技术 重点不过 中国海军 固航风云 上级 如果说白天的袭扰 只是试探 那么随着夜幕降低 真正的危险降低 凌晨一年左右 数条小艇 悄无声息 突然出现在 物航边队椅子 当时就是发现 有几个小目标 比较快 向我们边队冲过来 白天不好下手 夜晚海盗 企图趁船员 最疲惫的时候 来一次突然袭击 海盗经常 就是靠近那一船 另外它打一个梯子 绳子上面绑个钩子 挂到船上面 就爬上去了 爬上去 首先它控制架子室 一控制架子室 它宣布这个船 它就被解释 这组案时间 已经二次了 动作非常迅速 发现物料后 武汉舰马上采取措施 然而 这次不管是发射信号难 还是银枪警告 海盗船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静止向舰队冲过来 一直冲一直冲 我们就后来看到情况比较紧急 我们就出列 前去拦截 武汉舰指挥员 一面呼叫商船编队 保持原航速航向 不要乱 另一方面 紧急转向 阻击海盗船 我把我的舰点 置于自有力的位置 挡在山船和危险船子之间 阻止它的进一步接近 二一个 让它始终处于我的 有效观察范围 和火力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而像船舶这样的庞然大物 又在漆黑一片的夜间航行 一百多米长的军舰在大型编队间穿插 稍有多甚至就可能发生碰船事 当时我们这个船 山船的话 这个距离非常近 我们是贴了山船 也就是两百米的距离 贴或插过去 武汉舰以泰山压顶之势 突然出现在海盗小艇正前方 海盗小艇来不及调转船头 就被牢牢控制住 我们通过重武器警告以后 它停下来了 就是我们就围着它转一圈 转一圈 看着它 不能动 动就不客气 它停住了不敢动 在武汉舰的看护下 边队运速脱离的危险 继续往前横行 而第一次与海盗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也给护航编队官兵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第一次 到前面比较紧张 要是晚上 特别是距离非常近 这就是让护航官兵们 紧张了一天的一次护航行动 此后 中国护航编队 还曾数十次的遭遇海盗袭扰 但是都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护航线为宜 从第一次面对海盗的紧张 到以后面对海盗时的从容应对 护航官兵逐渐摸清海盗活动的规律 摸索创新护航方法 严密科学的护航行动 为背护船舶筑筑起了一道 牢不可破的安全屏障 亚丁湾 一直只有中国海军护航的编队 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来往穿梭 中国护航编队安全可靠的声誉 也开始慢慢在亚丁湾船开 这天上午 中国海军武汉舰正按计划进行航渡 9点30分 忽然收到了一艘希腊商船发出的求救信息 当时在土上一扬 这个商船刚好在野门领海之内 就是野门的领海县是一海里 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 我们的军舰和我们的飞机 是不能进入它的领海领空的 武汉舰一面指挥希腊商船 快速向自己方位靠动 以免高速接近被困希腊商船 仅仅17分钟之后 舰载直升机就飞临希腊商船上空 此时直升机发现三艘快艇 正从不同方向围堵商船 直升机组迅速调整飞机高度 在疑似海盗艇上空盘旋 实施驱赶 然而海盗小艇似乎不甘心就此放弃 继继续朝商船靠近 指挥员果断下令 发射警示信号弹 随着三枚信号弹在空中炸响 小艇随即停止抵近 转向远离商船 事后惊魂未定的希腊商船船长 在通话器中向中国海军表示忠心谢意 这是中国护航编队解救的第一艘外国商船 而此后由于中国海军大多采用 伴随护航 安全系数很高 在亚丁湾的影响越来越大 不仅有中国的船舶 还有许多外国船舶 积极要求加入护航队伍 经常有临时一些外籍的船只 要申请加入我们的护航兵队 一旦答应了 我们从来不说 你可以跟随我 我不负责你安全 我们是 你既然跟随了我 我就要绝对 保证你的安全 回顾护航两年以来 从首批护航只有四艘中国商船 到现在平均每批八艘 最多三十五艘船舶 外国船舶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四十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用百分之百保证 背护船舶和人员安全的实际行动 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赖和认可 据实际 近两年来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以相继为五十多个国家的船舶 提供伴随护航 亚定湾 云集着二十多个国家的几十艘舰艇 各国军队之间既竞争又合作 这段视频记录了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访问美国海军全尸号军舰时的情况 全尸号是一艘三万吨轻型航母级别的两栖攻击舰 担任美国海军151编队的旗舰 对于首次出现在亚定湾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美国人充满了好奇 提出要进行护航交流 中国海军很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在执行任务期间进行护航 两国海军还是第一次 全尸号先进的装备和管理经验 给前去参观的中国海军护航官兵 留下了深刻印象 全尸号它是在执行任务 它是一个战备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的全尸号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它能看到美国海军真实的战斗能力 和它平常的一个工作状态 美国海军全尸号舰长迈克奈特 绝对是一位资深的海军专家 在回访中国护航编队时 除了对中国军舰的装备维护赞不绝口之外 他非常感兴趣的是 中国海军如何在长时间护航过程中保持官兵的战斗意志 看到甲板上四名特战队员正在执勤 迈克奈特坚持要与这四名特战队员进行交流 特别是跟我们那个特战队员合影以后 他感觉到我们的官兵的素质非常高 部队这个舰艇的管理非常好 这是中国海军护航官兵在亚丁湾第一次与外军进行交流 两年来中国护航官兵先后与美国151特混舰队 欧盟465特混舰队北约508特混舰队建立起来信息共享机制和指挥官会面制度 与俄罗斯等国进行联合护航联合演变 与荷兰海军进行护派军官驻舰考察 中国海军的护航行动成为世界各国观察中国认识中国军队的窗口 中国海军护航官兵也以训练有素与落落大方的风范赢得了对方的赞誉 自2009年4月13日 第二批护航编队抵达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始 就标志着中国海军护航行动已经进入有序接替常态运行的新阶段 从第一批护航编队首次护航 首次遇见海盗 首次解救外国船只 首次与外军在执行任务中互绑 此后 这样的首次在中国海军的护航行动中一次又一次被刷新 盘点中国海军执行远洋护航任务的实测 我们有理由为这样一串数字骄傲 第一批护航编队与海盗周旋124天 不仅初次完成了首当其冲的护航重任 而且实现了全程不靠党远海长时间执行任务 第二批护航编队战风斗浪142天 首次呈见制在国外休长 第三批护航编队分战158天 首次在远洋和外军举行联合军演 第四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历时176天 首次完成了对台湾吻发161号渔船等三艘商船的接护任务 第五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历时192天 首次实现海军舰艇操纵指挥员 直更关全程实施双鱼指挥 而第六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历时148天 创造了首次采用武力行动 解救被劫商团等多项新记录 2010年11月2日 第七批护航编队踏上远赴亚丁湾的征程 他们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书写远洋护航的新篇章 两年的潮起潮落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用忠诚实现了他们的承诺 而在这730多个日日夜夜背后 又隐藏着护航官兵们怎样的艰辛与奉献呢 中国海军执行护航任务两周年特别节目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中国海军护航风云下期 2008年12月25日 中国海军开始执行亚图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任务 两年时间内 在那无比凶险的海域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真正创造了怎样的奇迹 频繁与唱着海道交锋 官兵们又经历了哪些惊心问候的故事 中国海军执行护航任务两周年特别节目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中国海军护航风云下期